所以你表单里面的你们刚刚填的东西 全部的资料通通会放在哪里 回复这里 你们填的 那我其实很快的 那我是觉得这些功能还蛮棒的 你们就是选项 它会用图形的方式让我了解 所以呢 为什么会来选这门课 不过大部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也许可能我刚刚讲的必修吧 因为这门课好像也是必选修 最多同学是希望增加技能 其实这个观念是非常正确 未来其实你们不希望 那个掉入低薪的轮回 特别注意 你多重技能是必要的 尤其是未来的世界里面 而且城市设计 在教育部已经在107年 已经列为 就是中小学的什么呢 必修学分了 必修了 而且我们好像学校 台大跟原字好像也最少 实施就是非资讯科系学生 要修城市设计 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当然你也不要觉得很困难 我是觉得这东西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可是如果你学会了之后 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OK 你要想一想 每个人都 如果每个大学生 技能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无从比较 所以你要多学一点东西 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对未来就有帮助 再来可能单纯 只是想要修这个学 只想拿这个学 大概一半以上 不过大部分同学 其实还蛮实在的 OK 然后其他的话呢 还想了解文学实用化等等 另外的话有12% 大概六位同学 选了这个选项 应该会给加分吧 这大概开玩笑了 OK 不过 其实我在网络上面 因为我发分享很多东西 所以认识非常多人 其实有很多人持续的 都会听我YouTube频道的上课内容 而且它变成一种习惯 OK 然后你对哪部分有兴趣 我看一下最多同学 是有关那个Photoshop 影像 不过Photoshop影像处理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课程 主要是在上学期那个课程 我们上学期有一个 针对大一开设的 会讲到影像处理的部分 上学期课程主要的内容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当然对大家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的那个课程名称叫做文献数位化 编辑与实物 或者叫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我想 第二个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 YouTube频道的经营 不过这个课程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的重点是在下一个阶段的课程 下一个阶段是针对云端跟手机APP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主轴可能会放在资料的处理上面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应该是会是 我看一下有没有选 POWERPOINT 这POWERPOINT我预估也是会是一个部分 不过我觉得POWERPOINT 听良心讲实在太简单了 有时候很不想要上到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大家都选了 不然我们就把这个列为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也许到期中考试以前 我们会有十道题目 这十道题目你把它列入的时候 期中考就考这十题 选十题选两题来考试好了 原则上规划是这样子 一直到期中考试 这里面的话就了解什么 有关POWERPOINT怎么制作多媒体动画处理的 这些相关的效果 那至于需要的档案跟题目 其实都已经在云端上面了 那云端的网址就在白板上面的第二个连结 所以等一下 可能请各位有时间的话把这个记一下 一样 那将来我的所有的东西 通通会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一件事情 就是使用云端 另外第二个我的课程是五指化的 就是不需要 你当然你可以列印啦 可是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看 那如果当然你觉得切来切去不方便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或平板 也可以连结到云端 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也许我们会再做一些调整 那其他也像智慧型手机这个 这个我想也是下一阶段课程 下一阶段课程会云端跟手机APP做一个连结 甚至有可能会教各位怎么去设计 设计手机的APP 那设计手机APP里面 尽可能不要写任何的程式 就可以做出 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到 你想要看的手机的APP 那这部分当然很棒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想要秀什么东西 就不需要说一定要用列印出来 或者是放在电脑上 手机上配合一个QR Code 那对方就可以直接看到你要秀的东西了 那这样的话他可以随时 比如说他现场 像有些那个展场 展场一定要有个APP 为什么 因为来冲冲去冲冲 你不可能说一下子跟你介绍完毕 不可能 所以你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APP 在他有闲的 有空档的时间 他会很乐意怎么样 把那个APP点开来再看 那相对的 你可能给他一些讯息 他会比较能够去仔细的去观看 否则有时候你给传单好了 或者你给一些 他可能就直接丢掉了嘛 谁还会拿这个 但是你如果用其他方法 所以用对的方法 来做行销 会是比较好的方案 另外的话 所以我们这门课也许就是 会落在PowerPoint跟Excel OK 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那其他部分 我是说明一下 这些当然 也许大家好像对于 那个课程的设计不太了解 OK好 那有没有为未来做准备呢 其实看起来大部分都是 不知道 还不急 所以 不过我是建议 有的时候还是花一点点时间 去稍微想一下 也许 当然也不用说刻意有太大的压力 不过有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又可以帮助自己未来 可以有一些好的发展 何乐而不为 比如说像 我是建议啦 你毕业之前最好有一个自己的Channel 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 至于放什么东西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我看到蛮多 网络上很多YouTuber 其实很年轻 那就做一些自己想要秀的东西 那又可以得到一些广告的获益 那何乐而不为 你分享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让别人也可以得到一些讯息 然后呢 你相对的你又可以赚到 当然不一定 刚开始不见的一定可以赚很多钱 不过慢慢的慢慢的 那我是觉得 YouTube对我来说 不是那个广告 而是我让全世界的人认识我 OK 那认识我之后 当然相对的其实就是 一种个人品牌行销 如果别人认识你跟不认识你 其实你的机会就是不一样的 OK 再提供给各位参考 然后还有呢 有已经充实等等的 那有没有自己的部落格 有的其实占很少数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是终于系同学 我是建议你养成创作的习惯 因为创作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是有创作能力的人 跟没有你将来的薪水 就是不一样 其实比尔盖茨为什么 是世界首富 因为他创造Windows 他就世界 他创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 真的会致富的人 大部分 都是有创造 像脸书的创办人 他现在是世界 也是已经世界首富 排行榜前十名了 他创什么 创脸书嘛 就这样啊 他现在没几岁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反正只要 像Google也这样 Google里面那些创办人 其实只要创 他YouTube也是一样 YouTube那个创办人 他叫陈世俊 他是台湾过去美国的 他现在他把那个YouTube卖掉 他就卖了五亿美金了 OK 所以基本上 不过前提就是你要有创造力 所以未来如果你会低心 其实你要问自己 你有没有创造能力 那其实念中语系 其实有个优点 就是你文字的创造能力 其实非常重要 很多地方 其实都需要故事 其实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有人排队 其实很多时候 是部落客写出来的 他就描写一个故事之后 你会发现有些景点 或者有一些 吃的喝的 慢慢请问 怎么一堆人在排队 因为其实就是有个故事 那故事谁要去写 你就要发挥你的原创 你小说谁不会写吧 对大家都喜欢看故事 不是只是看那些图 看一看就没了 这感觉好像没什么 所以最重要 你要发挥你的创造力 虽然说现在大家喜欢看影片 看动画 可是看完之后 那只是一眩就没了 之后其实还是会比较想要看多一点文字 所以你不知道有没有写作 写作能力其实非常重要 OK 不要小看这个写作能力 那其中考试希望以哪部分为主 看最多是什么 缴交书面报告 期末也是 大家好像特别喜欢缴交书面报告 为什么呢 因为比较好交差吗 还是 不过跟各位讲 我比较喜欢上机考试 OK 为什么 因为你会跟不会马上证 因为书面报告说真的 到底是不是你的东西 其实还很难讲 而且很多 这东西其实比较难验证 所以其中其末考 也许 我目前预设的想法 可能是要来个上机测验 不满意的有六个 那会把这六个同学的名单交给那个 没有开玩笑了 不过其实 这东西的话呢 预期我自己再看一下 这个东西最后其实在我的那个 云端上面 他会把所有东西在Google试算表里面 所以细节我会再看过了 那我是建议这个地方 第一个 你还是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 那个Google的云端表单 这怎么做的 那 接下来呢 请各位再 记一下 因为我们下一个阶段课程 其实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网址 那我要把它写在白板上 那网址是E3 前面那个是E不是L E3 这个是E应该E吧 E3 MP HK 确定一下 你就在这边打一个 GOO.GL 斜线 E3 MP HK OK 没错 应该是这个没错 那进到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我们的多媒体的简报 那里面呢 总共会有十道题目 这十道题目呢 其实就第一类了 跟第四类 那当然还有第二跟第三 比较复杂 所以我想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第一跟第四 那特别跟各位再说明一下 这个题目呢 刚好也是证照考试的题目 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 你要去拿个证照 你把这第一跟第四 练手了 就可以去报名考试了 那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是非资讯相关科系的同学 毕业前多拿几张证照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啦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至少你跟别人是不一样 我前提 你怎么证明你跟其他的 跟你一样念同科系的 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题目 那这里面的话呢 总共会有一类的话 101会到110 总共会有十题 不过我们主要是单数题为主 那当然证照考试的话 它基本上不公开的秘密 它也是只考双数题 不考单数题 所以就102到110 402到410 总共会有十道题目 那我们的其中考试 就是把这十题交完之后 我们来考这十个题 然后一类出一题就对了 我随便抽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那这样比较简单 反正我们又学会PowerPoint的设计 然后呢 又可以了解那个证照考题 然后等于是一举数得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的练习档在这里 所以你把这个是题目 这个是练习档 这两个可以把它下载 另外还有教学影片 这个教学影片是 我之前上课的 这个是大概去年还是前年的 我不确定这个连结应该还在吧 这个是我教学部落 你Google吴老师也可以找到 那里面的话 就会有这相关的影片 应该就放这边吧 那 这个 这边有个连结 我看一下 应该这个连结还在吧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 所有的那个影片 所有的影片 在这边 所以如果102 你不会的话 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有解答了 OK 有声音 有影像 有动作 OK 这个是之前录 不过 给各位当成补充 你可以先看过 我上课也会讲一遍 所以 这部分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 等一下 我想就是 第一个阶段 请各位先把 就是 连结 这个 题目跟练习档 先下载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